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二十节 我读好了 我读你们大家听 也可以跟我一起读 《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 弟兄们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 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坚固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了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民说话的众心思 当作能忍受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听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月博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 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息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以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 都不合体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第十三节 你们中间有受福的 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人的人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摸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了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应罪 勿伤带愁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 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肯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宇宙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了 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亚生出生产 土产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失眯 诗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 从迷途上卷回 便是就一个灵文不死 并且揭盖许多的罪 让我们地头祷告 祿祷我们把 我们这是公信的 就是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 求主的灵 放在我们 使我们能够看 明白你的话语 使我们得着 使我们得赵咒 得赵赵 主的话语 充满大量 充满力量 也充满安慰 主的教导 使我们能够成圣 主要求主的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 我们先跟社团靠奉主的说明 祈求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 等一下 我这个screen block住我自己 这个zoom的 好 我们 首先 我们 温习一下 我想像 看到我讲道 我每次都是温习一下 因为我发觉到 我们想像 讲道都忘记 以前讲什么 连我自己都忘记 所以 我很希望弟兄姐妹 有这个笔记 因为有时候 你可以看的 但是太长 你自己可以记下来 做宗教的东西 所以 我首先 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析一下 我们上次在第四章 十三节到第五章六节 所学到的东西 我们记得 上次在第四章里面 他开头就讲说 你是做生意的人 就是说 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做生意 你又去赚钱 什么什么 对不对 然后雅各就 警戒他们不要将谎夸口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明天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 这是这些人所讲的话 反映他们对人生未来的无知 他不知道我们明天如何 甚至不知道 我们扇花一样 草一样 一撒就过去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 要有应试 其中的原因就是 有时候人 我们都是受到过去的情供 迷惑 因为我们过去情供的话 就觉得说 我以前是这样做 现在也可以做 别定会情供 这个时候 我们变形太自负了 有计划 不是问题 就是有时候太多自负 就是完全依靠自己 没有决心 迷惑 迷惑 不是说 我们不要用我们头脑 只是说 我们有时候就忘记了神 所以雅各是教导 我们应该说 主又愿意 主又愿意 这个话是个很重要的话 这个是 因为只有主愿意 我们才可以做几个事 做两个事 对不对 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主不容许的话 我们也活不下去 或者我们也不会成功 所以凡事呢 就是叫 我们想到主又愿意 就是等于说 凡事上面 我们心中都要有神 就是要敬重神的主权和神的旨意 我们上次有讲到 什么是神的主权 什么是神的旨意 对不对 讲到说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神的旨意 发生在人身上 很多时候是从 有些是从神的旨意 有些是从自然的 有些是从撒旦来的 有些人自己做成的 但是神还是掌权 但是我们在凡事上 就要敬畏神 就要主愿意 事情才可以发生 我们才能够活下去 所以心中要有神 然后在释迦十七节 最后就有一句话是 金刚讲说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我们诸说说 我们人说犯了法才是有罪 但是解释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也就是他的罪了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 就是当我们知道有些事情 有些善的事情 我们应该做的 也可以有能力去做 却不去做 这就是罪 因为神是完美的 神让我们向太阳完全 我们要有爱心 对不对 就知道 应该可以行善 可以帮助人 如果不去做的话 就是我们没有叫做爱心去行 有第五章 就开始大骂了些 父主的人 他就讲到四个大的罪账 第一个 他们守财楼 就是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财富 食物 油 麦子 他们不会好好运用 财富去做善事 帮助穷人 这是第一个他们的罪 第二个就是他苛刻穷人的工资 要用这个理由 以后推辞人的工资 因为那时候的穷人是天天 靠天天的工资去生活的 这个是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还有他们浪费金钱 吃吃 浪费在生活上面 你会看到 他浪费自己生活上面 但是他不可以用一点点去帮助别人 另外他记得他自己失恋 有钱 有财就有事 对吧 就逼迫无辜的行人 所以前面就是教导我们 财富是不好 但是贪财是不好 如果不好用神的 所赐给我们的财富的话 这个就是不对的 这是雅各书上次我们讲的 学习到的东西 他告诉我们 从前面我们看到圣经上 其他方面讲的财富 圣经上教导我们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富足 是为了帮补了一些不足的人 这个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一种原则 就是有不足的人 富足就可以帮助你不足的人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有能力有财富 然后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不去帮助他 他说你就不能有爱神的心 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圣经说 你把财富奏集成员的话 你的仁义全到永远 就是主义书讲的 既财宝在天上 这个就是上司所讲的 那今天我们 我们要讲的就是 叫雅各书 首先我们来看第五章 第七到十二节 我们刚才读过一段经文 截断经文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会看到我用红字的字来看到 就是此次第七节 就是整个截断化的中心 就是他的命令 所以我把那些 Secondary 就是说那个巫师主干的 就把它往右边移 你可以看到 他说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这个就是他 就是截断的重要的时候忍耐 忍耐就是什么 直到主来 那对我们来讲 主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都没来 直到我们死了 就是直到最后 还有忍耐 然后呢 他后面用很多 比喻来support这个idea 来支持 第一个就是农夫的忍耐 对不对 然后呢 他 还有第十节 他用众先知的榜样忍耐 对不对 然后还有 用约伯的忍耐 这些话 第八节 第七节中间到第八节 到十节 十一节 全部都是知识 第七节的嘛 你们要忍耐 他给我们解释 解释我们 去怎么去忍耐 对 但是目的都是要我们提醒 我们 我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对 但是呢 然后奇怪 有时候说 那个雅各书想的 有这样 第九节 不然他出现 你说我们 你们不要比起埋怨 你们受审判 对不对 然后第十二节 就是我们最要紧的 不可启示 好像说 好像无头无尾的 因为很明显 第七 第八节 第十 第十一节 是有连贯性 就是讲的忍耐嘛 对不对 为什么 那有些人因为是 雅各书是好像一个真言 是把很多 很重要的话 合起来 其实 有很多牧师 也不是这样看的 我自己读读读读 很多次之后 也是觉得不是这样 他只是雅各 他的思路 是有点不同 他的 他的思路是怎么样 他是 好像是 看那个 movie 一样 他看到 众教会 然后他写信 教会 对不对 这发生的情形 所以他看到 这种情景 然后他就 加上他自己的劝勉 警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他 这个发生的原因 为什么他非常埋怨 首先我们有看到前面 比如说 第五章一到六节 是讲到很多富有的人 逼迫 逼迫的 窮困的人 所以来说教会 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 窮困里面 在到 受到 逼迫 受到 或者社会的逼迫 受到 有钱人的逼迫 他们 在经济上面 有困难 等等 所以他们 有 蔡子龙 他说 两个看到 就是说 一般人的基督徒 活在一个 就在光景上面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看到很多事情 他就会加上 他的 他的 劝勉的话 警告的话 再结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 几番弟兄 他说弟兄们 很多都是 在这种 苦难 他就在这种 压蔽上面 所以他说 你们要忍耐 说第七节 他为什么要忍耐 就是因为他们 在这种环境上面 所以要忍耐 但是在忍耐的时候呢 人就会用力 会用埋怨 因为 结局不行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 他说 很多分赫 破裂 都是在经济上 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有 家庭有生病 执病 什么东西的时候 因为在那种压力上面 人就容易 脾气不好 会 会骂人 会埋怨 这样子 所以他写这个话 第九节 不是无缘无故的 就是在 好像他在一个 movie 里面看到一般 受到被迫 很穷困的弟兄姐妹 中间就吵架 埋怨 比起埋怨 为什么你不这样 为什么老人不一样 对不对 他说你几个弟兄做得不好 哪个不够好 什么什么 一大堆 对不对 其实现在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 很多的外债的压力 很多不同的环境 做成的 然后他说 不可 审判 其实结果更 那个 在马太福音 荡山宝序里面 主耶稣所讲的 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的 就是五章十二节里面 就是说 你不要指责你的弟兄 你会受审判 不要骂你的弟兄 是摩 那个 什么是 摩利 对不对 所以结果为什么他说 免得受审判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不要埋怨 虽然在一个 不好的环境 要忍耐 不要埋怨 第十二节的话 就是说 最要紧的 不要为启示 为什么奉将解决的启示 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面 犹太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讲 指天启示 指地启示 什么 然后 来 就是表明他自己的 正确 或者说他是诚实的 那这个是 也是在 马太福音里面 五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 差不多同样的情形 所以说 不要指天启示 不要指地 启示 不要指野路上的启示 你们讲 启示的意思 是讲说 不要随随便便就讲 因为 你看 现在很多美国 随随便便 就是Jesus Christ 用这个名字 这个就是 犯了十节 第三节 不可随便 用神的名 随便 付神的名 所以 这个就是提醒 弟兄加油 在所有忍耐 在困难的 咬完镜里面 也不要说随随便便 就 启示 是 就是是 不是 就是说不是 对不对 就是诚实 不要有诡诈的事情 但是 这样讲话 不是只是 是跟不是的 有时候讲话 也不是这样子 有时候主耶稣教导 有时候你会不讲 好像有些法利赛人问耶稣 你的权病 就说 耶稣说 你告诉我 四十亿汉的权病 从来来 我就告诉你 所以有时候你也不讲 但是说 是就是 不是就是 就是说 要诚实 不要有 傻方 说反 因为 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讲到说 为什么会落着审判 前面没讲 但是 再也没有讲到说 就是出于撒旦 因为 你应该是 是就是不是 但是 你用诡诈的话 欺骗的话 你就是 就会受审判 所以这句话 就是 为什么放在节里 但是主题是讲忍耐 所以 今天呢 我会 主要是讲到 这个忍耐的 OK 首先呢 我 我首先 我来看看 圣经讲的忍耐的经文 大概 你都知道 我 我 我讲到 我往往很喜欢 把那些经文 收集起来 然后跟基督 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觉得呢 是我的责任 因为弄清楚 这些 这些信经的教导 什么意思 对不对 否则讲错了 就不好 是不是 所以我往往 我都是 讲到之前 我把 这些经文里面 重要的 重要的 名词 重要的 概念 我都会 去查一下 因为现在很方便 你就十二句下 你就会知道 所有忍耐的经文 都跑出来了 所以 在节里呢 我就先 把 这些忍耐的经文 拿出来 给弟兄姐妹 来看一看 在这个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大家看到 前面 主要是说 我不会一句句读 但是我把 主要 你可以看到 就是提出来 主要说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对不对 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他说因为 古法的是增加 就是默西的时候 其实现在就有了 许多爱心 就这样这样等 对不对 好像我们现在 就听到 因为 有些人帮助人 人家还控告你 对不对 所以 人家就冷淡 社会就慢慢的 但是我们 还有忍耐 这个 还有 马太福音十江 二十二节 他说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忍耐到底就是 等到主来一样 对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必然得救 就是神的应许 忍耐到底是 条件 所以 因为为什么 有必然 就是第一 因为你会神的名 你会被人家恨恶 被人家 恨恶 现在很多时候 在TV上面 想想 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 去笑 一些基督徒 越来越多 有些地方 就来坐牢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 会发生的 社会越来越不好 甚至越来越 什么都可以 就是信耶稣 不可以 所以 所以我们 要忍耐 第二 罗马书八章二十五节 他们 但 我们若盼 所不见的 就 逼忍耐 等候 他前面讲得很清楚 忍耐 你是 要盼望的东西 是还没见到 那些忍耐 对不对 罗马书第十五章四节 他也讲到说 我们怎么能够 有忍耐的心 他说 从前所写的信经 都是会教训我们写的 教我们的信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 这种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可以 因为神的话语 给我们很多的榜样 还有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好像在比较前书说 我们将来会有不坏的基业 永远的基业 我们的荣耀清赞 对不对 我们可以有永生的喜乐 平安 等着美好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信经就告诉我们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 产生有忍耐 你后来也是 因为看到很多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可以有忍耐 另外一个是说 哥林教前述大家的熟识 就是说 忍耐是从来的 是神 从爱里面来的 爱是很久忍耐 爱里面出来 就是有很久忍耐 又有忍耻 爱是不值度 爱是不值夸 不张 在第七节里面说 凡是抱拥 凡是伤心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忍耐是什么意思呢 忍耐就是对一个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期望它发生 但是还没有发生 你虽然心里面不舒服 但是你不放弃 这不放弃就是忍耐的意思 对不对 忍耐是个非常重要的character 你看 从爱心里面出来忍耐 所以 为什么爱心会产生忍耐 因为爱心 好像你对孩子的爱心 你还是会忍耐 他虽然伴依 他不听 或是你对你丈夫 他没有信主 但是你还是忍耐 因为你爱他 还是不停的为他祷告 会放弃 对不对 忍耐 其中的最重要就是 有盼望 会放弃 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刚刚讲的 加勒太书里面所解的果子 是忍耐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所以圣灵的果子 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去培养的 去学习的 有后这边 帖撒人家教前书 有没有讲到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全的忍耐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爱 对主耶稣的再来的盼望 产生忍耐 还有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讲到 忍耐是基督徒的很重要的品格 尼佛所书里面讲到说 凡是谦虚温柔忍耐 不用爱心物上泛涌 对不对 只是讲到我们人缘相处的时候 我还基督徒弟兄姐妹 有谦虚温柔忍耐 为什么要忍耐 因为弟兄姐妹都不完美 我们也不完美 都要有忍耐 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 有的知识有的加上结迹 有的结迹有加上忍耐 有忍耐加上敬虚 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 需要的品格 对不对 要结极有忍耐 然后呢 保罗也是讲到 在事奉上面 我们也是要忍耐 他跟提摩太长的时候 你会知道 他说 人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 只要温温和和 带众人先欲教导 全心忍耐 全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 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 已经被魔鬼任意辱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所以要忍耐 对弟兄姐妹要忍耐 全心忍耐 忍耐是什么 要劝接啊 对不对 我 特别把景段写下来 因为结极段话 等下我们读到 第五章第十九二十节的时候 这句话 姐妹的话 就是 对人面是有用的 有关系的 还有在提摩太后书说 四章二节说 物要全道 无论是得使不得使 总要决心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 警戒 劝勉人 对不对 就是说 无论得使不得使 对不对 就是因为在不得使 这时候 才需要忍耐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信经 告诉我们忍耐 我希望这种姐妹都知道 这个忍耐是 信经这样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教训 所以我们趁着这段 雅各书的节奏经文 我们特别来学习这个忍耐 我在这个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有一个心得 就是说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 对神的话语的了解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然我们要上下文 对不对 要全面不要断章取义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里面圣经里面的名词 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明白 其实也不见得那么容易明白 所以因为这个名词 它用的是希腊文 它圣经用的名词 跟我们口中文化上面用的 有什么不同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很重要 把那些圣经里面讲的概念 什么信息 忍耐 这些东西要搞清楚 也不要有错误的了解 所以我特别来 我很喜欢 就是把长大的时候 很喜欢把这些主要的概念讲清楚 首先我们综合起来看到的是说 为什么要忍耐 只是在我们形成的 这样的诚信 做基督徒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忍耐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里面的人 就是已经是被肉体所影响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肉体上的软弱 有很多失欲 虽然我们重生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来跟这些事情奋斗 所以我们需要忍耐 虽然有时候跌倒 但是我们不要放弃 要继续往前 但是人际关系上面都很明显 夫妻中间的争吵 家人的对孩子 工作上面 对不对 孩子的不适应 班医 工作上遇到不好的老板 工作上遇到困难 经济上遇到困难 所以忍耐是必须要的 在人际关系上面 在社会上面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有时候这些处境在经济上面 经济 逼迫上面 都是需要 所以忍耐是个很重要的品格 我们要留意 那在整个经文里面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看到审判出现了好几次 审判 还有在马太福音 5章22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入 免得受审判 受骂弟兄 是拉家 免得公会的审判 骂弟兄 是摩尼 免得地日活 节里告诉我们 审判 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刚才我们讲到 说不要埋怨 免得受审判 就是在这个5章22节里面 但是审判也告诉我们 其实审判是给我们忍耐的其中一个动力 我们忍耐 在刚才我们读的《心经》里面 我们发觉到忍耐的能力的来源 《心经》的忍耐 跟我们有时候文化上的 对忍耐有很不同 很多时候文化上面 有时候忍耐好像是说 无可奈何乐 应命 很多时候应命 就是命不好了 我们中国人说 是不是投胎 做个什么什么 当然投胎这些事情 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这种概念 对忍耐是个负面的 但《心经》讲的忍耐 是从敬念的 很多时候 第一个正面就是刚才读过的 盼望 盼望神有美好的将来 永生的盼望 然后神有给我们的赏赐 对不对 第二个盼望是从信心来 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 然后有爱心 从爱心来 还有是从了解神的话语来 明白神的话语来 我们来的 所以我们圣经所讲 那是从经面出来的 其中一个就是神怕 就是圣经叫做审判 又有默欲的审判 所以的忍耐有个动力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知道神会伸冤 神会把不公平的事情摆平 对不对 神会补偿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人在受苦的时候 他会审判的事情 有审判 给我们一个帮助 知道后来将来神会审判 神会报应的 神会伸冤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伸冤 所以我们可以忍耐 所以忍耐有好多方便 信心告诉我们有很多方便 好 就是讲到忍耐节理 下去 刚才看过 现在下一个段经文 就是讲到十三节到十八节 这是主要是讲祷告的主要 有三个 然后呢 节语段经文呢 就是 首先我们来看看 要节语段经文 有几句经文 尤其是那个十三 十五节 是很多controversy的 这个是个很 产生很多问题的 很多教会里面 很多纷争 很多突出的这个问题上面 但是呢 节语段经文 首先我们看看他主要是教导什么 对不对 他说 你们受苦的 就要 祷告 对不对 我用红色印象 三个 三个 第一个就是 祷告 祷告 就是有时候你受苦人 不少 不仅是生病 有时候你不高兴 有人得罪你 心里面不舒服 就该祷告 然后喜乐的时候 各种有些祷告 祷告不是只是说 我们有时候 错误观念 祷告就是说 主啊给我ABCD 这样子 给我什么 其实祷告不定是这样子 祷告是跟神对话 对不对 又是每期 跟神面前都是要几个 要哪个 就没意思 对不对 虽然我们有歌颂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 很多时候都忘记歌颂了 但是 你看 有病的时候 他就说 就该请教会的长老 为他祷告 这个有不同 不是他祷告 是请教会的长老 为他祷告 OK 这个就是这个 15节就产生一个很大的 就是说 controversy OK 然后呢 你看看我普通来讲 就是把这个 就是说 主要的命令放前面 后来support他的 放在旁边 退后 退后 又变成 因为什么呢 他说 出于信心 祷告 就够救了人 对不对 其实这句话 15节就是 为了支持 第14节 说请教会 要祷告的 OK 然后第16节 说 比起应聚不上大求 所以 这个16节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唯应前面的信心的祷告 也就 比蒙世里面 正是所以 这是年贯 但是整个主题是 前面三个 受苦该祷告 喜乐该祷告 生病 有病的 就该请教会的长老 所以该祷告 主要是这样 然后17 18节 就是用一个比喻 用一个例子 例子 以利亚的例子 来 support 这个祷告的重要性 祷告出来的能力 所以 从这段经文里面 有看到 就是 枝跟干 树干 最主要的东西 就是讲 三个 其它是 好像叶子 来支持 这个解锁画 不说它不重要 但是解锁画里面的 structure 是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解锁经文的 structure之后 我们再慢慢去了解 去了解解解锁经文 所讲的意思 刚才我提过 第15节 第15节是个很困难 为主的经文 产生有很多的问题 同样我喜欢 我刚才讲 我喜欢是 把圣经的话 有关这些话 收集起来 给弟兄姐妹 有一个精确的认识 然后呢 我们 才去 去解释 所以我们读 了解圣经首先 observation 然后再 analysis 才去interpretation 所以我们首先 要去观测 观测什么呢 观测就是 经文 整个圣经 观测整个圣经 怎么讲 对不对 然后才分析 然后才去 去解释 这些经文 如果你没有 精确的了解 整个圣经怎么讲的话 你就去分析 这会容易出错 对不对 所以首先 我们要看到 有些 有连贯性的经文 给我们 大家去看一看 等我们有一个 了解之后 我才去 跟这些经文分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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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有近点 我在外面唱歌 所以我 大家又把它 唱盖起来了 第一 里面讲到 信心的祈祷 所以 首先我 就是 上下文 请在圣经 讲讲信心 祷告 信心 在雅各 书里面讲信心是什么 对不对 首先我就 给弟兄姐妹 看看这些 几段经文 讲信心的很多 但是 首先看雅各 怎么讲 他说第一 一章六节 只要凭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所以在雅各里面 讲信心的求 是 第一个特点 一点都不疑惑 第二个 雅各书里面 有讲到信心的 就是说 二章说 信心又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OK 所以呢 你知道一个人 有没有信心 从六方 你去看他的行为 对不对 一个人他都不尊神的 神的话语 他就是 没有 他的信心是死的 他信心的死的 他祷告 大概不是信心的祷告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 一个人 他说 有信心的祷告 但是他生活 是那八糟的话 喂 他怎么可能 有信心的祷告 因为 雅各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 死的祷告 没有 死的信心的祷告 是不会有功效的 对不对 还有哥林教前书 十二章九节 信心有不同的 比如说 又有一个是 蒙 圣灵所赐的 信心 十二章 圣灵有讲 圣灵所赐的信心 OK 圣灵是 垂他自己意思 赐给不同的恩赐 例如 整个十二章里面 前后里面 感到圣灵恩赐 对不对 不同的 垂着他自己意思 给这个恩赐 定的恩赐 所放引的恩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信心的祷告 如果要清楚的 应识 我们再看下面 OK 讲病 有讲到病 对不对 生病 所以首先看看新音乐中 你们讲的病的例子 帮助我们 对我们了解神 信心里面讲病的事 OK 第一个是马卡福音二章 耶稣 就是说 耶稣听见 有些法律师 讲什么东西 他就回应 就是说 健康的人 不用着 用不着医生 有病人才用着着 所以 所以 耶稣 有病人 用着着着 医生 所以医生是在 信经的时候也有医生 耶稣也是说 有病人 用着着医生 没有说 不要去看医生 哥林多贤述十一章 里面 刚才 范长老师讲过 读《明星腔》 我们上 那儿 我们也都讲到 讲什么事情 说有些人吃喝 不分别是主的身体 就犯罪了 吃喝自己的罪 因此什么 为了解的原因 他们中间有些人 若犯病 死的也有 所以那个时候 有犯病的 犯病死的也不少 因为不分别 主犯罪了 所犯罪的 所谓什么 今天的经文里面 有时候 大慈悟节的话 他说 若他犯了罪 也必亡献免 就是说 这一个人 生病 可能是跟犯罪有关系的 然后菲地比书 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讲到 讲到病的例子 就是说 他实在是病 你是讲那个 大佛体 他病的 基辅要死 病得很重 然后神的灵命 他也灵命 免得我忧伤加油 所以保罗 也会为 他的同工生病 担忧 对不对 担忧什么意思 就是他怕他病 会死 不会好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 在那个时代 所有病都不怕 人们死除就是 因为保罗 有个疾病 很多 连他的手帕 手帕 手帕 那个银子 经过都会死病 你是多厉害 对不对 那病 应该忧心 保罗 为什么担心 没有需要忧心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们 病不仅就是医好的 提前 5章23节 到提摩台讲说 因为你胃口不清 常常 累次犯病 就不要喝水 有个 喝点酒 他不是鼓励人喝酒 是为哪时候的酒 不要干净 水 没有剩下的水 可以 pulify多的 对不对 走的话 都没有细菌那么多 对不对 好 所以为什么 提摩台常常犯病 这个胃病 对不对 提摩台书 4章20节 也讲到 这保罗的情况 以待都在高联座楼上 特罗菲莫病了 我就楼他在里头 特罗菲也病了 有些他们的门徒也病了 所以在新院里面 有很多这种病的例子 有很多是 也是病得很久的 因为如果他病马上好的话 特罗菲莫就不用脑 这样免疫多么 就是他病嘛 他病了 就不能回去 所以从前面 我们要了解 新院里面的病的概念 跟医生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解释这段经文 就是了解这段经文里面的 controversy 结段经文前面都没有问题 说我们要受苦祷告 喜乐的歌颂 有病的晴教会长老去 为他奉祖名摸油 为他祷告也没有问题 controversy是说 出于信仙祷告 他也病好 主必叫他起来 其实这个也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有些人 interrupt这句话说 凡是这样子做的 所有病都好 明白吗 他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很generalize 就是说 信仙祷 你就不用去看病 你就叫照老 为你摸油 祷告 你就逼人 主逼叫他起来 所以我不要去看医生 对不对 所以这个controversy 就出现 问题是这样 我们面对这种事情 是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 就是 有时候有时候 哎呀不管他 但是其实有时候 而是在我这种position 根本就不能够 不管他 OK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是有责任要去 帮助弟兄姐妹 equip弟兄姐妹 能够面对 当你面对着 人家来跟你讲的时候 你怎么会违影 不会被人家引到迷途去 对不对 被人家被悟道去 因为这些东西 会产生有很严重的后果 等上我会讲的 因为我们 有时候 你慢慢的 你在教会里讲到 你挺长的 你很多年轻的 这种姐妹问你 你怎么办 你不能说 小牧师 有时候需要你自己解释 或者你孩子 问题 所以我们很需要 很勇敢的 面对这些事情 能了解 对我们的力量 去了解 去多读多去看看 了解这些问题 或者我们就会 好像把头 捐在沙土里面 不管 他不会离开的 OK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 祷告 祷告的回应 祷告的回应 普通来讲 可以分三个 YES NO AWAY 可以 不可以 不等候 对不对 等候是什么呢 等候可能等到永生 就是什么 或者说今生的 OK YES 或NO 有时候就是 祷告是好的 精确 祷告 神也不见得 你看看 使徒里面的修训里面 就看到 有时候都不是 一定就可以的 保罗祷告 有时候也不可以 神不可以 不应许的 OK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第十四、第十五节里面 第十六节里面 因为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第一 他说 有病的 要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说他们不是一个长老 是所有的长老 应该是都来 OK 以后 他说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了病人 信心的祷告是谁的信心 在原文里面 十六经文里面 上上文是讲什么 长老的信心 OK 长老的信心 如果你去那个教会 如果长老很熟灵 你都答应有信心 你就lucky了 如果没有那么有信心的长老 的话 祷告就不仅了 就这样的意思 祷告 有信心的祷告 是长老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比较了解 这些教育经文 所以 但是你要留意 前面经文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一个怕 你要小心 就是 别再读清楚 OK 长老要怎么样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摇摸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祷告 要救了病人 最前面的是什么 奉主的名 用摇摸他 为他祷告 不是奉主的名 只是摇摸而已 奉主的名 也为他祷告 对不对 奉主的名 为他祷告 奉主的名 用摇摸他 摇摸那就是一个 礼仪上面给人的感觉 也不能够致病 虽然有时候就约 有时候用油 比如说 萨玛利亚银帮助 被打上了 伤口上面有油 因为病很多时候 是里面的病 因为里面有cancer 摇摸在外面 也名什么 对不对 摇摸的意思不是致病 摇摸的意思是一种祝福 那个 给人家感觉有祝福 最重要的话 其实就是 奉主的名 什么意思 所以我想要跟这些人 你们分享 我们读圣经的话 其中一个 了解圣经的最重要 就是 了解这些字 什么意思 不要很随随便便 就这样过去 因为奉主的名 这个很重要 很严肃的问题 而且不可以随便奉主的名 因为 十戒的第三者 不可以随便 任父业华的名 对不对 所以不可以随便 讲成的名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原则 奉主的名 是个非常重要的事 很重要 奉主的名 什么意思呢 不是嘴巴上讲奉主的名 我们随便讲奉主的名 我们随便讲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 而且随便讲奉主的名 是得却神的 所以不是嘴巴上讲奉主的名 还是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奉主的名 是随随便便奉主的名的话 所以出现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对神的话也了解很大的问题 奉主的名是什么 就是 叫着主的吩咐去做 对不对 旨意 对不对 是代表他的 是主叫我去做的 就是好像去 去银行拿钱 对不对 神说 你可以去拿 提钱 对不对 你去奉主的名去提钱 是有主的什么 比如说现在有名 是有支票 对不对 因为我还去奉我的名去拿钱 我给他支票 对不对 所以是个代表性的 不是说随随便便 你可以说我去奉主的名 我给你一个例子 为什么奉主的名 不是随随便便 那么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里面 我们来看看经文 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 大家去看看 一起去看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我多了 让我读 好吧 约翰福音第14章13到14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看到没有 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都会请求 是不是 听清楚 如果这个话 就算我们普通口头上讲奉主名的话 其实这个话 在使徒行卷 使徒的时代就没有发生过 先听清楚 如果这个话 是奉主的名 是随随便便的话 就是奉主的名的话 在使徒行卷 使徒行卷里面就告诉我们 根本就没发生过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能讲它呢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驚 神的话也是不有错的 我们要勇敢认识 就相信 神的话也没错 如果是跟现实不同的话 你要勇敢相信 不是神的话也错 是我们了解错 对不对 现在说 神的话也是没错的 如果现实发生 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唯一的决定就是 你了解的错误 你不了解哪个话里面的条件 或者说它讲的意义 有点重要的这个话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第一个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如果奉主的名 求什么都可以成就 是随随便便的奉主的名 就是求成就 为什么我说没有发生 因为在使徒行卷里面 第一开头是说 雅各彼得都被抓起来 雅各就被砍头了 对不对 斯蒂芬 使徒反正被这种石头打死 对不对 那门徒为什么不奉主的名 叫他死里复活呢 为什么使徒们不奉主的名 使他能够得释放呢 对不对 更简单 为什么奉主的名 所有的信主不是简单吗 一笔了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们 奉主的名 是个很special的 是个特别的 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意思 不是随随便便有个奉主的名的 是要清楚 是神的意思 神的吩咐 才可以奉主的名 不可以随随便用神的名的 明白吗 大家清楚 所以搞清楚这些事情 不能够随便奉命 所以你要了解 基本上奉主的名 使出于信心的祷告 这是跟奉主的名有关系的 OK 因为这个是信什么 信心是奉主的名 就是因为他有主的 在他心里面的 圣灵所持的信心 给他一个assurance 对不对 给他知道是神的旨意 所以他的祷告有上 所以为什么彼得跟约翰 在圣殿里面 见到一个瘸腿的人 他就说 我奉主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他是很虚无 他没有说 恐怖可能 或是现在还是 将来才的发生 没有的 他很虚无的 很有把握的 这种心灵所持的信心 这种信心的祷告 是一个很有把握 不是你的一生情愿的信心 OK 奉主的名是一个重要点 还有一个是说 逼蒙泄眠 你想想 我也是教会讲的 我就觉得我哪有什么权柄 祷告也叫罪得泄眠 明白吗 泄眠的罪是主的做的事 主要主权 主给他们是一个使徒 有泄眠的权柄 不是我每个人都有泄眠的权柄 我根本就没有泄眠的权柄 我祷告 为什么有泄眠的权柄 是因为奉主的名 是奉主的名 所以必蒙泄眠 因为神 主的旨意 主的吩咐 所以就会泄眠 所以这些东西 你就会能够了解 这个话的问题 出现的原因就是解离 明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在约翰一书里面 第九 一章第九节里面 就讲说 一个人呢 又曾经他自己的罪 神是心死了 会泄眠他的罪 所以一个人 罪得泄眠 第一个就是 你自己悔改用罪 你就得泄眠 另外外在的是主给你泄眠 所以只有两种泄眠的能力 不是我们福福人 因为泄眠的权柄是很大的 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 有些人说 耶稣你怎么能够泄眠的人 不是有个不能动的人吗 耶稣就说 你罪得泄眠的人 人就说 你怎么能够泄眠人的罪 你是前往 对 所以泄眠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好 讲到解离时间的关系 不再讲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看到 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医生 是可以的 这个是不是没有信心 不是没有信心 也就是说 病人要医生嘛 对不对 神可不可以医治病 可以 但是呢 不是一种 我想的说 普遍性的允许 而特许性的允许 普遍性的允许 就是说所有人 特许性就是要神的旨意 某样事情上允许的 OK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 因他受的变上 我们得医治 这个普遍性的 是讲熟灵的医治 在生病上 因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有些人听过这个话 所有病人都会得医治 但是事实上没有 没有 所有人都得医治 对不对 有信心的人都死了很多 对不对 所有都死掉了 没有 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不死的人 这边都死掉了 所以大部分是生病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解释说 这个是跟他变上 得医治的医治 不是那种 就是说 生病都得医治的允许 还在节诫经文中讲到 说十五节 我们讲的 得医治 也是special的 特殊的 神的允许 奉神的名 奉主的名 就是神允许的 神允许的 神的旨意的 这种允许 所以不是很多人会误解这些医治的东西 对不对 而且前面的信心的祷告的医治 跟那个圣灵恩赐 治病恩赐不同的 这个不是那个治病恩赐 我不只是不相信有治病神 或者医病 但是我不相信是坚弄的 所有人都有病的 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唐聪明故事告诉我 他说他这里有个人 他生病 生了癌症 他老婆是 这教会是相信 是从信心祷告就可以医病的 所以他就越病越重 他先生就很struckle 他就说 我要去问唐牧师 因为他相信唐牧师 唐牧师就跟他讲说 唐牧师也为他祷告 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医好你的话 你要心理准备好啊 后来弟兄就跟唐牧师再见的时候 就说我身体准备好了 我要去见主 我不怕 我愿意去 他就死了 然后后来另外一个教会的人就说 都是唐牧师的错 因为他相信的话 他就不会死的 他是神的医治他的 所以后来搞到太太 也生气了唐牧师 也生气了另外一个教会 所以很多这种事情 产生很可怕的后果 好像菲利普雅西讲过 他去访问过 一个小的教派 他们不看医生的 他们都是祷告信心的 他们那孩子里面 他说他坟墓里面 有很多小孩子死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父母 不可能陪他一起看医生啊 对不对 所以看医生不是有问题的 有时候你变成是一个试探神的 你明白吗 对不对 这哪个时代他没有办法的话 就是很多病都没得医治 现在有很多病都可以医治 那你痛了 为什么会吃太难的 比如说止痛药 你有孩子生苦 你就要祷告 神救你这样子 救吗 这不是这样子的 我听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在饭水 这个法子里面 他就在水河里面冲了 他抓一棵树 在树上面祷告神 他救我 后来就有一个救人的船来救他 说你快上船 他说不要不要 我要等到神来救我 后来的人就说走了 后来就淹死 他问神说 为什么你不救我 神说我不是派一个船来救你吗 所以很多人祷告的时候 他们有的信心就是 要叫神要叫他所扫上的方法去救他 对不对 这变成一个试探神 所以就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记住 最后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说 你们中间又要施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卷 这些人是 至少说 就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卷 是就一个灵魂不许 接开很多罪 就是罪得泄免 那这一段经文呢 其实信经没有讲到违卷的 很多讲到违卷的事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读读解写经文 《马太福音》13章22节 一个人施迷真道是什么原因呢 其中有意思就是 世上的私虑钱财迷惑 这个第一个要记得 世上私虑钱财迷惑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就这些世民 《马太福音》里面说 贪财是万恶 不是财富是万恶 是贪财 有愿贪的人钱财 被人有理了真道 就是施迷了真道 所以记得这两个 钱财跟世上私虑 《马太福音》24章 另外一种迷就是 被假先知 被一些人 来迷惑你 另外一种迷惑 就是在 是说 免得有人用 发言 会所说 这是讲它用不同的解学 邏辑 什么来迷惑你 所谓的宗教 迷惑你 用言语用的 他的 所谓的 假的 理论 来迷惑你 所以说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要有自私 要有头脑 不要有对神的话 有根基 不要被人家迷惑你 所以为什么刚才 为什么要听今生讲 讲到信心祷告的事情 就是怕被迷惑 因为说生病都不用 都有信心 不用看牺牲 一份所书里面说 西域的迷惑渐渐变坏 另外一个迷惑就是我们西域 就是我们里面的情欲 贪婪 这种更为迷惑 个人叫前书十二讲二节 他说外邦人的时候 谁是被先人迷惑 不是亚伐的鬼 就是从撒旦用邪灵来扔你的 可以被撒旦邪灵 你没有神的话 所以马太主义里面 主耶稣提醒我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说不要所有人 要看他的结果 是不是讲限制 因为人的迷惑是很严重的事 马太福音就说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有人迷惑 因为我们幼体有缘弱 因为我们幼体里面 是救援里面 有缘弱的 所以又会提醒我们自己 警醒祷告 约翰二书里面讲到 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迷惑的人的话 就是敌基督的 是敌基督的 就是呼应耶稣 成为优胜的 所以无论怎么人 要讲 第一个人知道 他这个是结果的时候 就很明显是假的 是迷惑的 就是不承认耶稣 是道成优胜的 OK 所以有很多 其他的结教 都是出了问题 都讲理 不相信耶稣 神 都道成优胜的 以后 希伯来书 三章十三节 天天比起伤免 免在里面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了 心里就刚硬 这一句话 就是刚好 回应我们今天 怎么去使人家 他们 今天经文不是说 我们要使弟兄权回卷吗 是不是 所以 圣经其实也教导 我们怎么样去缺免 就是圣经里面 要教导 我们怎么样 不要迷失 对不对 刚才讲到 钱财啊 私律啊 被假仙智啊 被别人的发言巧语啊 被自己的肉体啊 被撒蛋啊 迷活 对不对 什么样去防密呢 防密就是 第一要请行祷告 对不对 要请行祷告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要比起上限 弟兄姐妹比起的 所以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两个书很奇怪 他没有后来 有什么问候 就是直接就讲 这句话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就是 最重要 他要希望弟兄姐妹 叫无上帮助 对不对 我们要软弱 也会跌倒 有很多问题 你看亚过就前面 有大堆问题 有钱人的问题 假师父的问题 一大堆对对不对 但是最重要 是我们彼此要帮助 就是有软弱私利的回转 这个是每个基督的责任 不是牧师的责任 这个是有非常有 价值的工作 对不对 我说的那些人 就要有一个人 就要一命 信过什么 自身佛陀 什么东西 但是就要灵魂 更是灵魂的价值 对不对 而且姐妹有个很可怕的事 就是我提醒 弟兄姐妹 她说你们弟兄中间 有思维正道的人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思维正道 是不是信主的人 后来失明 还是一个没信主 在教会中间的人 无论如何 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事 所以我们人是很容易 偏行几路 迷路的 我们是很容易走迷的 上扬走迷 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 所以我们就是要 请请自己 祷告 常常省着自己 有没有走迷的 现在自己是不是越来越 比如说自己是不是 这样我越来越小祷告 我越来越 小读经 或是我越来越 花很多时间去赚钱 花出去很多时间去做 whatever 对不对 所以要省策 要看自己是怎么用时间 其实一个很好办法 是省策 自己是好好用时间 那我们怎么去帮助弟兄姐妹 回卷呢 回卷这些是回改 回头了 以前是偏行几路 现在是要听神的话语 叫神的话语生活 对不对 第一重要是要关怀 对不对 要祷告 但是不能够直接祷告 还劝戒 所以说 关怀 祷告 劝戒 好像刚才讲的 要祷告 为自己祷告 要为他祷告 要关怀他 要劝戒他 今天我所讲的就是解语 到解语 好 刚好 好 我们来做一个祭书 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里面的丰富的教导 你的话语是保守我们 不会迷失 你的话语给我们能够知道走近的道路 上脚前灯路上的光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 求祝你 使我们能够 捐重你的话语 看重你的话语 记住你的教训 遵行主你一切的份语 今天感谢祷告 祷告 祷告 阿们